嗨 大家好 很高兴又录视频 然后上一次的话 跟大家分享这个Mega Mini 可以作为NAS的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获得很多的 很多人的点赞 非常非常开心 然后这里录制今天这个视频 之前呢 先给大家做一个刊物 之前在视频里面 其实有讲到了 就是耗电 耗电这一块的话 实际上 我我在用的这个Mega Mini 其实外接了一个SSD 还有四个机械硬盘 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上 其实我的平均 它的电号是在20W左右 当然这里面也有一个很大的因素 是我四个机械硬盘 其实只有两个 就是有两个16T的 我组了一个RAD1 然后只有这两个 是长时间在平方的读写的 而另外的两个 其实主要还是装那个影视 还有QB上面下载一些东西 基本上没什么读写 所以说他们两个其实耗电还好 平均一般来说是一个机械盘 耗电会在3到5W 这是一个平均电号 然后我的平均电号 大概在20W左右吧 对 然后在这个之后呢 其实我看到有人反馈了一个问题 就是可以出一个Docker的教程 就网上这一块的教程比较少 对 然后我这块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可以用CaseOS 所以说我今天给大家出一个这个Docker的教程 对 首先我拿了一个机器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验证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 首先我们用UTM 就大家可以玩这种方式 大家可以完全完全没有任何Docker的基础 然后无脑冲的方法 就无脑的部署服务的方法 就你可以部署一个debate 比如说我这边我就部署一个debate 然后我部署debate 就这边举个案例吧 这个因为debate还刚好 呃之前没呃 大家还是根据文档去看的 然后我先共享一个目录给他 假如说我就直接就在这边 我新建一个 我就新建一个debate目录 然后共享给他 对 共享给他 共享给他的同时呢 然后网络大家留意桥接给他 对 桥接给他 然后是我这里用1N0 然后为什么用1N0呢 可以看到就是可以通过这里去看 在网络 这里 啊我这里连的主要是连了这个 啊 1N8对 特长的1N8 因为1N8这个是呃 我这台机器的这个呃 烂口 对 我把1N8给他 对 然后另外的话 usb驱动器没有 对 然后我选驱动器这个应该挂的 就是他那个debate 然后另外我刚刚跟他共享的目录 对 啊 然后系统的话 呃如果说你要用这种无脑充的话就自己不用去管任何Docker的服务就让他自己去处理 这种方式的话我建议你就把内存配多一点比如说 呃我就4096 嗯 嗯 然后核心我给他两个核心 对保存 嗯 然后启动 等他启动很快了 进去 OK 通常这样子其实就可以了对你看这个其实这个debate应该大家知道的他其实是呃从这里预下载的这里面gallery 对 啊 啊是下载的这一个这个这个啊这个dbc 大家可以点进去然后点击open in utm然后他就等他下载完就有了对 嗯 然后他写摸了密码是debatedebate对 root摸了密码是root然后password 嗯 我就root password直接进去 对 嗯 那访问允许呗对 其实实际上麦克风声音这些都可以把它移除了没关系啊 对 嗯 然后我们先看一下他的ip是多少 嗯 嗯 嗯 internet office season 2 嗯 terminal也行 嗯 if configure 没有这个字笔 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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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ddress 是 239 对 然后叫我们是进到自己的一个终端 对 啊 我们不管他啊 然后root1010.29 对 yes pass我 可能拼错了 对 稍等我们先debate进去反正也可以的 39 对 ok 好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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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呢我们可以装一个那个 呃 cassos 啊 主要给他演示就是无脑的怎么去在上面用到个服务对 啊 然后大概特别 就是 嗯 好 就正常来说的话大家嗯 其实可以也可以直接在啊 嗯 在这台机器上面的terminal里面去操作 对就像刚刚在这个terminal里面操作一样 但是实际上来说的话 我呃建议大家还是远程这样访问 这样子你输入啊更方便一些 嗯 嗯 然后 哎 怎么断开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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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然后装 直接装 cassos 看到没 都是兼容的整体兼容 啊 然后磁盘检测通过 updating package manager 不管他等他安装 然后正常这里在等待就行了 然后我视频里面也会让他加速这一段快速过啊 ok 我们等了好一会儿啊 啊 现在装完了 大概等了呃有 可能有十分钟左右吧 然后他让我们用这个来访问我们来访问他 出现了 这个就是我们装在mac mini下面的啊 其实你装mac mini utm里面的这个 呃 стра l 手电台的 m dbdbdбd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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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4ής接四分的 然后这页面上面有时间 有系统状态存储状态和网络状态 包括这里有APP的管理 也就是服务的管理 然后上面可能是一些 我理解的是Notification 就是通知吧 对 然后在系统状态这里往下滑呢 这里有CPU和RAM 然后这里的CPU和内存呢 它其实是后面你跑了各种各样的服务以后 它会显示这些服务每一个占用的CPU和内存的一个实时情况 存储空间这里我可以简单提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其实存储空间这里是18.11GB 可能如果说你后面很多服务方这里 你会怕这个存储空间不够大 甚至是待会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如果装图片 你可能想要我想分配ETB给它 对吧分配更多给它不够大怎么办 简单先跟大家说一下这里 首先这里的18.11GB这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就是这里配置的我们整个系统盘的一个大小 那系统盘的大小映射在虚拟机里面是什么呢 映射在虚拟机里面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是我们给定的这个大小 我们先把它关机了啊 给它简单做下这个奖金 关机了然后我们编辑 编辑里面呢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刚刚从 这个gallery上面下载下来的这个UTM的那个镜像 然后它默认配置的这个大小是20GB 对20GB 然后我建议呢后面大家拖展大小呢可以通过新键 然后比如说你想给它个100G可以吧 然后点创建 然后这里就会新创建了一个100G的一个空间 对然后你点保存 你就举个例子啊 然后你开机 一般来这里你添加完以后你后面就要就不要刹那了 否则开XOS可能会遇到一些异常的bug 对一般来说你不用刹那没关系 就你反正已经想清楚给它用了 对吧 然后如果你要组RAID或者之类的 我建议还是采用之前我说的你那个机会的方式去组 会稍微好一些 好然后开完机了 然后我们这里还是进入到这里 我们先看一下啊现在盘的一个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除了我们之前那个VDA的这个20G的盘 多了一个VDB的一个100G的盘 对那这个在这边怎么用呢 我们还是登录进去 登录进来以后呢 我们不用管它因为我们这个验证用 我们会发现硬盘这里啊 它多了一个100G的 那你可以创建空间 对 然后 哦 比如随便吧 啊 我先我time吧 嗯 第一V吧随便啊 这个名字无所谓 你点格式化并创建 好创建了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把系统团跟它合并啊 你也可以不合并 不合并 你就把它作为 比如说后面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存储 呃 专门单独用一个盘来存储你的这个 呃 图片对吧 它要大一点啊 或者你可以把它合并合并完以后 它就跟你的系统盘合并了 合并存储 manager merge success 对 然后这两个应该是一个合并的状态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整体的一个呃 存储的一个空间 然后呢 这它有个files files里面可以进行 就可以进行管理 然后它里面应该是共享可以 共享大小可以存储的 看一下 稍微看一下 啊 他们现在应该是合并大小了 对 然后你就可以在这里去 呃 做各种各样的一些上传文件啊 新建文件啊 一些的事情 然后下面这个呢 就是网络的一个实时状态 下面这个 再再往下这个就是对 呃 上面的这整个布局的一个管理 比如说你要开哪个不要开哪个 然后我们下来重磅的地方 主要是它好用的地方 你不用有任何刀可的 其实你需要有很少量的刀可知识 但是基本上你没有也可以用 我举个例子 呃 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说网络透传 我们需要用 嗯 dnsgo 用它来做外网ipins 因为外 因为我们用的这种个人的这个 呃 电信网络也好 或者其他网络也好 它的ip是有可能 共ip有可能会变的 所以你需要实时的去探测 然后能够去解析到你的域名上面 那我们就装一个dns 我们以此为案例 然后看一下 对 然后现在它在安装 安装的话 大家可以看 因为我是在看我的后台啊 啊 它在下载 对啊下载好了 然后就可以点击就可以用了 对 然后这个大家dnsgo怎么用 对大家可以继续配 很好用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案例就可以看到 哎 我只要点一下安装就可以用 我根本不用Docker支持 当然你也可以有 需要 也可以有一些Docker支持 比如你你用来做什么呢 比如说 几个例子啊 比如说 呃更新对吧 检查或设置里面 然后你可以看它的日志 终端与日志 对点进来 这是进到了这个container的终端 然后这是它日志 这里我不过多讲解了 然后假如说 我该我之前提过就是说 哎 我们想要装 呃有一个现在最好用的一个这个图片 叫做image 啊 对image我要装 点击安装 next step 给它下载吧 对呃 在它这个它这里会有呃 这个notification在 我就 举这两个案例吧 然后这个给待会它装完以后 我们可以看见它的整理一个效果 嗯 ok 然后除此外的话我们可以过来 大家看到这里应用呢 有100 10个应用 嗯 如果你先你觉得不够多 你可以看这里 浏览更多 浏览更多里面呢 它这里提了提供了很多appstone的链接 就是就是cast office appstone链接 通常来说你添加第一个这个link server 这个就能新增200多个 应用 那包括有些 呃 可能还会有beta版本 啊 或者是一些其他版本的同类型 对 啊 这里在加载过程中 它是在下载刚才那个点击文件 它是一个 呃 相关应用仓库的一个配置文件 ok 好 加载好了 加载好了以后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其实就是301个应用 301个apps 然后 大家往下滑 这里面理论上每一个都是可以安装 除非说 它所提供的这个镜像呢 是arm的镜像 比如说这个 呃 它是灰色的 因为 呃 我们下跑的这个虚拟机 就debay的虚拟机 是一个arm宽架的虚拟机 arm宽架的虚拟机 当然如果是你想要跑在 呃 x86的虚拟机 就是基本上兼容虚拟费特别好的 呃 其实也是有的 就gallery这边也有提供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 是x86的 就是x64的这边的一个 呃 虚拟机 然后呃 它是一个ubuntu的 它里面也是可以装x86 啊脚本其实也跟之前那个是一样的 但是其实 如果你要更好的性能 在这边其实我建议你是用 嗯 嗯 它不用去模拟 它不用去转易 对啊 会好很多 嗯 然后这里就有很多很多的应用 对 啊 然后呢 之前其实有很多网友有 提到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 影音部分是怎么搭的 这里也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嗯 因为这一期我们不讲非常非常那个detail的Docker相关的内容啊 因为那一块之前要讲起来还是相对比较乏味了 对 那 这个可能后面可以当作出一期 但是呢 安装小雅这个呢 是有一些脚本可以直接装的 首先呢 这里面所提供的这个A-list 跟我们之前 所使用的那个小雅的A-list有所不同 A-list是小雅是依赖这个A-list去做这个事情的 那我们要啊 但它这里其实没有提供小雅的 对 没有提供小雅 所以说我们 还是得自己去 去 装 那自己去装怎么做呢 自己去装的话 嗯 嗯 OK 之前我自己有看说 我 但是我看过 嗯 一般来说最好的方案还是这个 就是 蒙了这个作者所提供的一个方案 这个方案比较好的一点是什么 第一 它脚本是比较傻瓜式的 是一件式的脚本 对 你执行这个脚本就 它就会把你装完 对 第二个的话就是 呃 它提供了这些能力 就它里面已经 它跑了几个服务 然后已经提供了这些能力了 比如说 自动清理阿里云盘 每分钟清理一次 这为什么要清理呢 因为 嗯 小雅它里面有一个机制 就是你去看一些片的时候 它可能是其他人云盘上面的片 但是 但是阿里云盘的规则 或者是其他云盘的一些规则 你去看其他人的片 有可能它会要求你先把它 传送到自己 你把它拷贝到自己的云盘 啊 然后这时候你去播才没有一些限制 或者速度才会更快 对 所以说 你要提供一个阿里云盘的目录 在这基础上面的话 你看完了 如果说一直堆积在那里 那里云盘的空间 不就一直被占了 所以它要清理 嗯 其他的话 自动更新也好 或者是 呃 呃 自动挂载啊 呃 可以自动配置啊之类的 嗯 这些都是一些 它提供了一些能力吧 这些不多说了 而且它最关键 它这是ARM架构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们其实不用再 呃 经过一层UTM 对 我们可以直接在MAC上走 比如说 嗯 你可以直接 拷贝它这个一键搅拌 对 然后 我们随便啊 我们进入一台MAC 对 然后在这台MAC里面 嗯 比如说我就随便创建一个目录吧 嗯 就叫MON1 好 然后我执行这个脚本 OK 当我们执行完 执行完这个脚本以后呢 大家可以看到 就是这里有一个 呃 欢迎使用这个服务端 然后你配置一下这个目录 对 然后 这里的话 我我我 哎 啊 不是 嗯 比如说我就行 我就配到 我们刚刚配的这个目录像 呃 然后这里有一些点吧 比如说 呃 保存的目录我们 这里也是保存到 我们这个目录像方面后面 统一管理 然后这里有一些token 获取方式 呃 到这一步以后呢 我建议大家就 参照这个教程就可以了 因为每个人的自己的 阿里云的账号的token 是不一样的 我就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这里的阿里云 你点这个链接以后呢 这里有个获取token 你点完以后 它会出现一个二维码 你用阿里云的APP 少了二维码以后 然后再点击一下这个 它下面会刷新出一个token 叉叉叉 然后你把这个 复制进来 啊 然后就好了 然后 其他的 再往下的步骤 我就不多说了 其实就按照它这个 一步一步来 这个脚本一步一步来就行了 比较简单 不复杂的 然后这个整体的 执行完以后的话 首先要一个要注意的几点 第一点的话 就是执行完以后 不意味着你立马就可以去用小雅 一般来说要过十来个小时 因为它要去跑里面的所有的一些数据啊 之类的 然后要去刷新啊之类的 对 跑完以后呢 基本上 效果就是晚上跑完第二天上午起来就可以了 具体多少个小时我没有实测过 对 然后 你就可以通过这样子一个 小雅去访问了 当然这个的原因是 为什么我这个可以通过这个去访问 原因是我用了那个 traffic的反向代理 这个的话 我觉得后面可以考虑单独去出一期 我看我博客里面有没有写过相关的教材 哦 ok 有 哦 对 这里有这个traffic 就我之前我博客里面有写过 就这里 这里写的 这里的don't compose traffic的一个配置 但是 它不仅在debay上是可用的 就是在 mac 下面 也是同样适用的 然后后面我讲到mac的时候 我到时候再统一跟大家说吧 然后如果 当然如果说你 呃呃 不用这样访问的话 你通过它的ip也是可以访问的 正常来说的话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 嗯 嗯 比如说 我们打开这个border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 嗯 我之前装在这的 它的一些默认端口比ambi的端口是6908 啊 对 对 然后 看一下 可以创建一个帐篷 然后 随便 随便 这个功能是很强大的 这个 大家可以自己探索自己研究 它有手机端 然后也有网页端 啊很方便 嗯 对 在这个期间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 有所有的cpu使用情况 内存使用情况 啊 对 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就先这样了 这一期节目主要还是 嗯 嗯 让大家先可以用 Mac mini快速上手 去使用到各种高科 NAS的服务 好 感谢大家 那先这样 拜拜 下期再见